大家看看2024年似乎是并不安稳的 对于香港来说这个都不是天灾了 这个肯定是人祸来的 人祸当中基本上的背景就是就着这个香港的管治 在一个全面管治权的落实的过程里面 包括香港的官员 包括本来是推动着或者制衡着香港官员 拥有行政权力的立法会 一个是负责监测着和推动着香港政府 在行政上表现改善的一个机构 这两个机构包括是香港的管治班旨 就是官员管治班旨 而管治班旨里面负责制衡的立法会 基本上是发挥不了狀的 所以本身香港既有的一些能力 就是接待旅客和运输旅客和跨境 疏到旅客的能力都失去了 失去的能力本来都不是大问题 但是失去的能力之后的应变能力 是令到大家非常失望的 在香港过去一年多 头过半年 就是说李家超政府头过半年 他表现得很堪暴的 大家香港市民都是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做好 令到香港经济复苏 令到香港可以重新重拾发展步伐 2019年的事件已经过去了 又甚至成立了关爱队 由顶到底基本上都是由所谓爱国这些人士霸佔了职位 但结果他们做了什么出来呢 就令到香港既有的一些能力喪失了 喪失了能力之后 还要是没有能力复原 或者在喪失能力之后 还要没有办法应对 整个在元旦发生的事件 大概可以组织一下 首先我要告诉陈国基 究竟你有多废材 陈国基在昨天 已经事发之后一天 给了整天时间 给那些官员去想方法 想拉着职 去应对记者 去应对香港市民 在所有的一些评论 包括我的评论节目 已经播放完了 政府官员已经知道 在坊间对于政府的一些批评 又或者看到 包括大陆旅客对香港的不满的地方 也完全掌握了 就算当时不掌握 也掌握了 究竟在2021年2024年1月1日 元旦凌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理论上官员出来的 应该是顺口枉那样 是将那些拉着职 背了出来 他们说的开会 就是在恒常打飞机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好了 我们有四个官员 昨天是有进行一个赛后检讨的 在检讨之后 本来大家去期待 他们需要出来谷弓道歉 不是跟香港市民 起码要跟旅客鞠躬道歉 就着香港的应对能力 就着香港的接待 和疏度能力 是鞠躬道歉 但结果他们不肯 也没有这样做 当中四个官员 包括需要负责统筹的政务司司长 包括在整件事上 应该负上最大责任的民体里局长 就是负责旅游事务的局长 也包括在跨境负责旅客过境的 包括边境管理的一个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 也包括了负责运输的一个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这四个官员当中 是头两个官员 包括陈国基 以及包括杨用红 应该对事件负上最大 还有几乎全部的责任 至于另外两个官员 原来看回细节 他们也有说 原来运输署是有事先作出提醒和警告 运输署留意到 是来港的旅客大增 也都知道 可能因为这样 在运输上面出现需要 所以他和运输营办商是有提点 运输署是有提点营办商 加强服务 但是提短完之后 并没有在加强服务方面 进一步做协调 或者进一步实时协调 出了问题的 是元旦凌晨的时间 另一方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亲自 他亲自说过 是需要旅客在过关上 是有所后备的 包括原来有些人员 已经准备好了 原来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保障旅客在30分钟内过关 会增加这个过关的闸口 这个邓炳强也都知道 在这个随着新年假期会多旅客 和对于跨境的一个要求 是会增加的 但是纵使两个官员 已经事先知道了 这个是压力 但是结果都是做不到的 不过他们相对来说 都算是有一个planning 好了 至于整件事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当中原来黄巴站附近 是出现交通瘫痪的情况 黄巴站出现交通瘫痪的情况 保安局的交通警 和运输物流局的总职协调 或者统筹都有站 不过当时发生凌晨的 大概两点至四点期间 两点至五点期间 所以基本上香港政府官员 这份警觉也没有人叫他起床 结果是没有人理的 是没有人理的 结果就导致包括旅客 去到附近之后 都没有办法去到黄巴站 结果旅客就会落地徒步走过去 邓炳强手说 这个是不理想的 不过在不理想当中 他仍然容许这样做 是没有犯法的 行人走马路是没有办法 不过行人走马路 是令到已经失死了交通 是更加没有办法疏导 因为不断走的旅客 根本就令到附近停下的车 没有办法起动 交通警 也都没有什么做一个协调 或者管理 就是说 在元旦凌晨 我们香港政府 基本上失去了一个统筹能力 例我可以从解放军 在美军改之前的三大部门 或者四大部门说起 四大部门在作战的时间 是有四大部门的 包括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和总后勤部 总后勤部包括了装备 这三大部门是负责统筹在整个作战当中的所有行军和部署 总参谋的意思就是说 他得到了资讯 得到了一些信息之后 他们整组人就决定究竟这场仗应该怎么打 用什么武器 怎么部署 放了几个军力 几多人进攻几多人防守 几多人要调配 几多人要做其他的工作 这个正正是我们的政务司司长的工作 当一出现跨局的 局长本身有他的权力 他控制权力以外 对于一些不是他的范围 譬如杨用雄见到旅客出现状况 他应该向保安局 以及应该向文书卖楼局 是进行请求的 但是可能在这方面 还牵涉其他部门都没办法 所以政务司司长就应该出现 做一个协调和统筹 就好像总参谋部一样 由他去带领 包括文体内局长 包括保安局局长 包括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最少这四个局长 自己应该有一个联盟的机制 可以用WhatsApp 可以电话谈 不一定见面 不一定见面开会的 但是就要对着这个事件的应对 是有所行动的 但是香港就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政务司司长 可以直接说是废道上天花板的 另一个废道上天花板的表征 是可以从他的口中说的数字 是看到的 昨天我在直播上都解释给大家听的 在星期29日、30日、31日 日境旅客是不断增多的 在29日入境的大陆旅客 大概有9000人留在香港的 在30日入境的旅客大概有29000人留在香港 接着累积已经去到4万人了 接着去到大概30日入境的旅客 分别是19万4和13万多 即是另外6万人留在香港 即是说在整个假期累积算 在29日到31日 即是说是刚刚过了31日的1月1日凌晨 开始大概有10万个大陆旅客在香港 但是陈国基就说有20多万 这个是完全废话来的 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最弱人 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 在发生事之后 都仍然是半施半完全不掌握的 也都可以看到 这对我来说 只是上一上网 看着香港旅客人数 去回入境署的网站 看不够五分钟已经看完这数据了 原来陈国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还要陈国基本身是入境署的人员来的 他本身是入境署署长来的 他完全掌握这些数据 他应该是其中一个罪运筹为握的人来的 但竟然在事件发生之后仍然说错话 仍然说错了数据 即是说这个官员平时根本就不去理这些数据的 或者平时开会的时候根本就对数据不敏感 第二个错的数据 他就说二万多人是想回不了 当时其实大约十万人来到香港 我们看回大概1月1号的出入境数字 是大陆旅客的数字反映了 当时在1月1号入境的旅客 大概有八万多个大陆旅客 然后出境的大陆旅客有十八万多的 那就是说整条数是对的 在29号滞留 29号有九千多民 不是滞留 是留在香港过夜 30号就有二万多 31号就有六万多 1号这十万人就全部离境了 八万民入 十八万人出 就是十万人就离境了 但在离境过程里面 有两万多人就在凌晨时间就很凄惨了 他们真的不是想过夜的 我们不能够是用穷去形容的 旅客我们不能够分季节 他今天穷可能他夏年富都没顶着 所以他来我们应该要欢迎 就算我穷游大陆 我都不应该遇到歧视 好了 他不留在香港过夜 有他自己的考虑因素 其中的因素 不留在一个地方过夜 其中一个是交通考虑的 就算我去大陆公干 我去到很远 我都决定不过夜 就是因为无论航班或者高铁 我都可以cash了一班 可以回来香港睡觉的 那我就回家睡了 所以我就不在那儿过夜 我们不能够歧视不过夜的旅客 这个香港人是应该要有所调整 好了 整件事当中 旅客其实都是无辜的 他们想走而走不了 是不是等于他们是有一个 是不合理的期望呢 原来黄公口是开通宵的 而且无论黄巴 或者是无论当日的铁路 或者跨境的巴士 都是标明是开通宵的 所以旅客决定通宵返回深圳 是绝对合情合理的 好了 在二万人想走的时候 他们分别在尖沙咀 在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 是无办法坐他们跨境巴士 或者离开这个区域 结果在这个区域 是滞留了一部分人 在车站 在麦当劳 在街上 变了滞留很多人 另外去到边境 有些人成功去到上水 去到元朗 他们发觉都无办法 是找到方法去到边境的管制站 原因是因为 是他们的接驳交通出问题 为什么出问题呢 包括一条视频看到 是有跨境营运巴士的 一个可能车长或者管理人员 就说那些车坏了 对不起 系统坏了 我们没有服务了 接着他就说 等一等我们正在安排服务了 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的现象 应该是杨永雄负责的 就是香港本来 有接待旅客的能力 但是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疫情坍冻了 令到本来的能力 是缺损了 在缺损能力当中 我们一直在祈求旅客的数字 是复苏 旅客的数字上 不是留过夜的数量 是用数字上人头计 已经回复了七成了 但是原来我们的接待 或者旅运能力 是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的 包括跨境巴士 现在原来很多人会搭高铁 或者是搭港铁 港铁有截头 有七截或者八五截 八五截 sorry 因为这样 所以跨境巴士少了人搭 对于跨境巴士来说 营运艰难了 所以他们不能够 是不断开一些 空空骯骯的巴士线 就是说他们唯有 是将他们本来的 运输署牌照的服务 是暗牙底的 是做梳的班次 这个香港政府管理上 就是失职了 又或者 运输物楼局都没有好好看着 好了 到那些旅客 真是多来 运输物楼局 或者我们的民体旅 或者我们的保安局 都没有做很好的统筹工作 包括保安局在边境的人员 包括在边境附近的交通 都是保安局负责的 因为是交通局负责的 又或者是包括跨境这些班次 跨境的巴士班次 又或者就算跨境巴士当时没有安排了 我们凌晨一两点才知道情况 其实呢 我们的运输物楼局 是可以调动九巴 或者新式的第一巴士 即是新巴 又或者是地铁的巴士 去疏到乘客 去到边境 去到边境之后 就可以找回黄巴 是负责边境关卡的运输 包括由香港边境 是将旅客送回商去国内边境 结果由凌晨两点到清晨六点几 结果这些全部都出事了 旅客不断找自己的方法去到边境 去到边境之后 发觉边境交通完全瘫痪了 或者根本没有营运 营运的黄巴数量少了 加上路面上擠塞 加上很多旅客走马路 结果失死了 结果他们没办法去到过境 好了 去到过境的旅客 又发觉黄巴在出境之后 是运送到深圳入境的大堂 那段短路 是又没有巴士行驶 其中一个视频 是他拍了掃了环境 大概掃了180度 后面的180度 是没有掃到的 但在前面180度 除了看到人 还有看到吉的 卡帕之外 我们看不到巴士 你也可以想象 当时整个统筹工作 是完全失陷的 刚才说过 军队里面 是除了总指挥 做指挥策划的 就是总参谋部 除了这个之外 原来还有总政治部 还有总后勤部 总后勤部 就是后方支援 包括车辆的支援 包括人力的支援 包括总政治部 应该要对旅客 进行一个公布广播 也应该由香港警察 就着各区的状况 匯报 即是整个系统 应该由邓炳强的部门 包括警方 包括入境处 加强服务 包括 包括看一看 包括各个边境管制地区 或者包括 各个可以去到边境地区的热门 的一个 是迁沙嘴 左敦 油麻地 太子旺角 包括上水 和粉岭 包括元朗 包括这些地方 我们应该 警察 告诉香港政府 究竟有多少人聚集 接着 其实 运输旧物流局 应该安排 包括地铁的单程巴士 或者九巴 或者新世界巴士 的商城巴士 去疏到乘客 即是包括上水 包括元朗 包括在粉岭 是有系统地 把乘客 运到边境 好了 接着 我们的公安局 即是我们的政务司长 应该叫公安局 包括统筹入境处 包括警方 去控制那里的人流 控制那里的交通 包括 是用最方便 快捷的方法 是将那些人 是由边境 送到去 我们的出境大堂 好了 在出境大堂上面 是应该 在入境处 坐满了 所有官员 是尽快 帮这旅客 清关 离开香港 好了 离开过之后 他们出境之后 黄巴也要将他们 送回深圳的一个 入境地方 如果 如果 既然他已经办好 出境手足 既然已经办好出境手足 他也可以拿回自己的行李 去到深圳入境 即是这群大堂旅客 已经办好香港的出境手足 其实他如果走这条条路 到深圳 也可以管理的 即是说 陈国基另外 要找这个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是和深圳那边联系 可不可以 在香港和深圳之间 开辟一条 我们不够车辆了 那我们用行人方法 开辟行人的线路 是找铁马围封了 找人员驻守住 是让那些旅客 带着自己的行李 是走过这条 大概大概 六八至一公里之间的路 是去到深圳的一个 是检查站 好了 这条路呢 其实呢 当中是怕那些人走失的 那就是说 你围着那些人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 其实陈国基 是应该另外 是通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和内地 是沟通 追败人 疏到深圳的 结果呢 是无论这个参谋 就是陈国基 这个职位 或者呢 我们后勤 包括呢 是绑局 包括运输及物流局 又或者呢 是包括呢 是这个呢 是 政治部 就是包括旅游局 就是包括民体旅的 是旅游方面 都没有好好地 去做通知旅客 疏到旅客 運输旅客 安排交通工具的工作 其中呢 你说原来没有方法 去跟这些旅客谈 其实是多余的 香港政府呢 是有小红书 或者微信的网站 只要在那里呢 是找新闻署发布信息 是给一些信息给旅客 旅客 旅客见到之后 就算也见不到 我们找10个官员 去到10个旅客聚集的地点 去呢 去告诉你 香港政府已经疏到 那他们很快 慢慢慢慢 就会获得疏到和处理 但是香港 结果呢 本来可能这两三个小时的疏到工作 是没有做到 只是两万人而已 一个小时疏到七千 八千人呢 就是说每一分钟呢 是疏到百多人呢 应该不难的 但是呢 结果香港政府没有做到 结果呢 就导致呢 旅客滞留 那这个我认为呢 尤其是杨用雄 和尤其是呢 陈国基呢 应该鞠躬道歉的 那如果陈国基说自己呢 声音都消失了 我正在病 那如果是这样呢 那副司长 卓永兴就要出来了 就不是政务司呢 是做了些垃圾工作 在那儿搞使用 搞我们的路牌 改变路牌的字体 这些工作不是应该你们做的 你们其实有工作要做的 本身是跨部门统筹协调 就是你们做的 结果就没有做出来 那结果香港官员最终是没有道歉的 那我送回呢 就是五个大陆的网民呢 是送给郭竹的一个 是形容的 大陆网民送给郭竹的一句话呢 就是郭竹问郭竹有多少仇 郭竹呢 就是恰似 这个呢 就是太监上雄楼 上雄楼的意思呢 大陆可能意思就是去忌远 那太监去忌远就没有用了 简单讲 直接讲 我用了香港的五个字去送给官员 那就是太监上清楼 清楼就是忌远 太监去到清楼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那这帮香港官员呢 是的确什么都做不到 好了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说落大雨 八年一遇 八五二一遇 四八年一遇的天灾 跟着香港政府呢 是完全失踪 没有做到协调 没有做到参谋 没有做到后勤 没有做到政治部的工作 好了 结果现在了 去到呢 两万旅客疏到 又没有做到 大家要记住了 我们的啟德体育城呢 今年就会落成的了 跟着就会啟用的了 不用说呢 他都要试一下压力的 包括交通运输的压力 那就是说呢 将体育城呢 是有些大会演的 分分钟呢 我们文体里说 那个大湾区的文艺表现呢 就会在体育城举办的 如果体育城举办呢 里面可能呢 如果只是座位坐五万人 如果球场里面再设定一些压外座位呢 可以临时请六七万人的 那当中如果这六七万人真的实现的 而当中我们又在那里搞演唱会的 譬如呢 Blackpink再来搞演唱会的 国内可能就是因为每一场演唱会呢 都会有呢 是段万 甚至呢 是两三万的旅客呢 是专门来听演唱演唱会的 好了 结果呢 这些旅客呢 就会突然的 突然的 骰然的来 也都会骰然的离开 原来香港现在处理大概短时间 两万旅客的疏度都没有能力的 那我们怎样说呢 香港可以在国际旅游城市呢 好了 另一方面 我更加觉得杨用雄和陈国基应该被问责的 起码都要鞠躬道歉 是接受书面的谴责 应该特首是书面警告这两个官员失职的 好了 另一方面 那也都要讲讲呢 是包括呢 入警署的网站 和包括香港01的报道 我又留意到香港01呢 是又将这几个官员呢 是昨天出来讲话的新闻呢 全部下架 这个明显地呢 就希望利用日本的灾情呢 去避免大陆旅客呢 滞留在香港的丑闻 这个呢 就完全不是新人专业应该做的事的 就将日本这个事件呢 就是这个韩文爆炸事件呢 是拆了很多段新闻 就将本身官员失职的一个入境旅客 是滞留在香港睡街睡墨当劳 官员出来又不肯道歉这些新闻呢 是全部呢 压了最后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做法 另外呢 陈国基说 香港破纪录呢 有二十几万人来 其实这个也是废话来的 在二零一九年中华之前 香港根本一直就是这么多人入境出境的了 根本呢 在短时间之内 或一日之内有二十万出境呢 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来的 为什么陈国基认为呢 今次是因为这个放衣花成功 太多人来了 所以才接待不了呢 我们看回入境处的出入境人数网站呢 很特别了 入境处的网站呢 是无端白示呢 是将现在香港本身出入境 每一年每一日可以查的数据呢 是定了在二零二零年的一月二十几号呢 之前呢 是没有得发放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如果你是开放了 包括二零一八年的资料呢 大家就可以脱了陈国基牌了 陈国基的说法就是说 人太多 多到香港破纪录 所以是没有办法接待 其实呢 香港的出境人数 根本就一直很高的 那这个呢 在2019年年中之前呢 是一直恒常地高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呢 是公务员的团队没有减到人数 为什么我们的关卡没有少到 为什么我们会接待能力差了呢 这个可以看到呢 我们有一帮劣币 过代批了一两币 我们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我们在协调上出了问题 我们呢 在这个应对上是出了问题 我如果还好 euch马上倒也就是 我们在找这个面前 私从前后 跟我们的顺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